3.2节 用基本运算 求矩阵的含列式 例题1 介绍基本列运算 对矩阵的含列式的影响 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以至于一个A矩阵跟B矩阵 A矩阵跟B矩阵之间的关系是 将A矩阵中的第一列跟第二列对调之后 会变成B矩阵 如果接着把A矩阵跟B矩阵的含列式分别求出来的话 我们发现到 A矩阵的含列式跟B矩阵的含列式 差一个负号 所以第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 把一个矩阵中的任意两列对调 对含列式的影响 是会差一个负号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以至A跟B两个矩阵 其中 如果把A矩阵中的第一列的负二倍加到第二列去 会变成是B矩阵 接着如果把A跟B两个矩阵的含列式求出来 我们会发现到 它们的含列式是相等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如果把一个矩阵中的某一列的倍数 加到另外一列去 对矩阵的含列式是没有影响的 接着我们看第三个例子 以至A跟B两个矩阵 其中 如果把A矩阵中的第一列乘上二分之一 会变成是B矩阵 接着如果把A跟B两个矩阵的含列式求出来 我们会发现到 如果把A矩阵的含列式 乘上二分之一之后 就会等于B矩阵的含列式 也就是萤幕右下角所写出来的这个式子 B矩阵的含列式 会等于A矩阵的含列式 乘上二分之一 换句话说 也可以改写为 A矩阵的含列式 就等于B矩阵的含列式 乘上二分之一的导数 定理三点三 基本列运算 跟含列式之间的关系 第一点 如果B矩阵可以由A矩阵获得 是把A矩阵中的任意两列对调而获得 那么B矩阵的含列式就等于A矩阵的含列式 加一个符号 第二点 如果B矩阵可以由A矩阵获得 是把A矩阵中的某一列的倍数 加到另外一列去 那么A跟B这两个矩阵的含列是永远相等 第三点 如果B矩阵可以由A矩阵获得 是把A矩阵中的某一列乘上一个不等于零的参数 假设这个参数是小C 那么B矩阵的含列式永远等于A矩阵的含列式乘上C 也就是A矩阵的含列式会等于B矩阵的含列式乘上C的导数 例第二 已知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请用基本列运算的方法 求A矩阵的含列式 首先我们先把A矩阵的第一列跟第二列对调 获得一个新的矩阵 这种基本列运算是把一个矩阵中的两列对调 对矩阵的含列式的影响是会差一个负号 所以原来A矩阵的含列式会等于新的矩阵的含列式加一个负号 接着我们把第一列的负二倍加到第二列去 把第二列的这个二消掉变成是零 这种类型的基本列运算对矩阵的含列式没有影响 所以原来是写成等于负的 现在仍然还是写成等于负的 接着我们把整个第二列乘上负的七分之一 使得第二列的负七变成是正一 这种基本列运算对矩阵的含列式的影响 会使得原来的矩阵的含列式会等于新的矩阵的含列式 乘上负的七分之一的导数也就是负七 到这里为止原来A矩阵的含列式 已经可以改写为是七乘上后面这一个三乘三矩阵的含列式 接着我们把第二列的负一倍加到第三列去 目的地是要把第三列的正一消掉变成是零 这种类型的基本列运算 也就是把某一列的倍数加到另外一列去 对矩阵的含列式而言是保值不变 所以仍然还是写成等于七乘上 这个三乘三矩阵的含列式 经过这些基本列运算处理之后 我们已经把原来A矩阵的含列式 改写为变成是七乘上后面这一个三乘三矩阵的含列式 那后面这个三乘三矩阵已经是一个三角形的矩阵 那三角形矩阵的含列式就等于它的主对角线上面元素 正一正一负一相乘就是这一个三乘三矩阵的含列式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求出来大A这个矩阵含列式会等于负七 先前介绍的一个定理变述了基本列印算跟含列式之间关系 那除了基本列印算之外 其实还有基本含运算 在这里我们介绍基本含运算 以及基本含运算跟含列式的关系 基本含运算一样也是有三种 我们先看第一种 第一种基本含运算 是把一个矩阵中的任意两含对调 这种基本含运算对矩阵的含劣势的影响 也是一样是差一个符号 第二种类型的基本含运算 是把一个矩阵中的某一含的倍数 加到另外一含去 这种类型的基本含运算 对矩阵的含劣势的影响是不变的 也就是原来矩阵的含劣势 永远等于新的矩阵的含劣势 第三种基本含运算 是把一个矩阵中的某一含 乘上一个不等于0的常数 假设是C 这种基本含的运算 对矩阵含劣势的影响如下 也就是新的矩阵的含劣势 会等于原来的矩阵的含劣势 乘上C 换句话说 也就是原来矩阵的含劣势 会等于新的矩阵的含劣势 乘上C的导数 定理3.4 介绍在哪些状况之下 一个矩阵的含劣势 一定会等于0 第一点 如果一个矩阵中 有出现一整列 或者一整含 通通都是0 这个矩阵的含劣势 一定等于0 例如荧幕左下角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中 这个三层上矩阵 中的第一列 整列通通都是0 所以我们只要沿着第一列 用Cofflector Expansion 语音词展开 很容易的就可以说明 这个矩阵的含劣势 绝对等于0 定理3.4的第二点 告诉各位说 如果一个矩阵中 有某两列 或者有某两含 一模一样 那么这个矩阵的含劣势 一定点于0 例如 下面的第二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发现到第一列跟第三列 都是正一 负二正四 所以这个矩阵的含劣势 一定等于0 如果要去解释 为什么等于0 我们只需要用基本列印算 就可以很轻易的解释 因为我们只要把 这个矩阵中的整个第一列 乘上负一 把它加到第三列去 那么整个第三列 就会统统变成是0 所以这个矩阵的含劣势 绝对等于0 定理3.4的第三点 是说如果一个矩阵中 有某一列正好是另外一列的倍数 或者是有某一含正好是另外一含的倍数 那么这个矩阵的含劣势 就是绝对等于0 例如下面的第三个例子 我们发现到 第一含跟第三含之间有倍数的关系 也就是第三含会等于 以低含乘上负3 那这个矩阵含劣势 是1.0 如果要解释它为什么一定要等于0 一样我们用基本列印算 或者是基本含运算 很快就可以解释 以现在萤幕上面 右下角这个例子 如果我们把整个第一含乘上负3 把它加到第三含去 那么整个第三含会通通变的是0 所以这个矩阵的含劣势 绝对等于0 例如是 已知一个三乘三的A矩阵 求A矩阵的含劣势 首先我们先把A矩阵的 第一列的负2倍 加到第二列去 目的地要把第二列的2 消掉变成是0 这种基本列印算 把某一列的倍数 加到另外一列去 对矩阵的含劣势没有影响 所以这里我们还是写等号 经过这一次基本列印算处理之后 我们发现到 矩阵中的第二列 跟第三列 有倍数的关系 例如说 把整个第二列乘上 负2就等于第三列 既然一个矩阵中 有某两列之间有倍数的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立刻做一个结论 A矩阵的含劣势 绝对等于0 当我们以首解的形式 来求一个矩阵的含劣势时 我们经常会运用 3.1节所介绍的 余音质展开的方法 跟3.2节所介绍的 基本运算的方法交互使用 通常我们会先使用 基本列印算或者是基本含运算 来制造出某一列或者是某一含 几乎都是等于0 但是只有一个位置不等于0 然后再沿着这一列或者是这一含 用语音质展开的方法 来进行降阶的动作 例题6 以致一个5乘5的A矩阵 求A矩阵的含劣势 首先我们先观察 题目所给的A矩阵 我们发现A矩阵中的 第二含0最多 但是仍然还有三个位置 不等于0 所以首先我们要想办法先用 基本列印算 把现在用蓝色笔宽起来的这三个位置 其中的两个位置消掉变成是0 所以我们所用的第一个运算 是把第二列的一倍加到第四列去 目的地是把第四列这个负一 消掉变成是0 第二个基本列印算是把第二列的 负一倍加到第五列去 是要把第五列的正一 消掉变成是0 这两次基本列印算 都是属于某一列的倍数 加到另外一列去 所以矩阵的含劣势 仍然保持不变 经过这两次基本列印算处理之后 我们已经使得 矩阵中的第二含 几乎通通等于0 只有 第二个位置不等于0 这个时候适合改用 余音子展开的方法 所以接下去我们改用 沿着第二含来做余音子展开 沿着第二含做余音子展开 会等于1乘上 Colfactor C22 Colfactor C22 又等于把整个第二列杀掉 第二含杀掉 剩余的部分 构成一个四乘四的矩阵 这四乘四的矩阵 这含列是 就等于minor M22 minor M22 跟Colfactor C22 之间的关系是 因为2加2 是等于偶数 所以 Colfactor C22 就等于minor M22 经过这一次的 余音子展开之后 我们把原来计算 五乘五矩阵的含列式 降一阶 变成是计算 四乘四矩阵的含列式 接着我们观察 这个四乘四的矩阵 我们发现到 整个第四列的零最多 但是仍然还有两个位置 不等于零 所以接着我们要用 基本含运算 把这两个位置 用蓝笔宽起来这两个位置 其中一个位置把它削掉 接着我们用 我们把第四含的负三倍 加到第一含去 目的地是要把第一含的三 消掉 变成是零 这一种类型的基本含运算 是把某一含的倍数 加到另外一含去 对矩阵的含列式而言 仍然保持不变 经过这一次基本含运算之后 这个四乘四矩阵中的 第四列 几乎通通等于零 只有一个位置 不等于零 所以这个时候适合改用 余因子展开 所以我们沿着第四列 来做余因子展开 那它会等于1乘上 Covector C44 Covector C44 如何算呢 就是把原来矩阵的 第四列 第四含全部杀掉 剩下部分 变成是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这个三乘三的矩阵 含列式算出来是minor M44 那因为四加四等于偶数 所以Covector C44 就等于minor M44 所以经过这一次 Covector Expansion 余因子展开之后 我们再一次降阶 把算四乘四矩阵的 含列式 降阶变成是三乘三矩阵的 含列式 接着我们观察 这个三乘三矩阵 我们发现到这个三乘三矩阵中的第一列跟第二列 除了第三个位置之外 前面两个位置有倍数的关系 所以这提醒我们说这个时候仍然继续适合使用基本列印算 我们把整个第二列的一倍加到第一列去 可以把第一列的8跟1消掉变成是0 那这一种类型的基本列印算 某一列的倍数加到另外列去 对矩阵的函列式仍然保持不变 所以仍然还是写等于 经过这一次基本列印算之后 这个三乘三矩阵的第一列几乎等于0 只有一个位置不等于0 所以这个时候又适合改用 余因子展开 所以我们沿着第一列做余因子展开 那就会等于5乘上 Covector C13 Covector C13等于 把参乘三矩阵中的 第一列第三含杀掉 剩余的部分构成一个2乘二矩阵 这个2乘二矩阵的含列式算出来 就是M13 因为1加上3等于偶数 所以Covector C13 就等于M13 所以经过这一次余因子展开之后 我们再次降一阶 把算3乘三矩阵的含列式 降阶变成算2乘二矩阵的含列式 最后请各位把这个2乘二矩阵的含列式 把它算出来 那么就可以把A矩阵的含列式求出来 答案等于负的135